零年南非世界盃,正大事的眼泪让人动容。不过,朝鲜队没能在世界盃上小组出现,当时,他们以拼近为名。 但如今,九年时间过去了,朝鲜男族的拼近,变成了现在的鲁莽,尤其是防守端,朝鲜队做得很差。 本届亚洲杯,朝鲜队和沙特、卡塔尔和黎巴嫩同组,最终惨遭三连败。 第一次,朝鲜队0比4不敌沙特,但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 第二场,朝鲜队0比6不敌卡塔尔,其中,卡塔尔2。 两岁拳风阿里上演了大四喜。 第三场和黎巴嫩的比赛,朝鲜出现无望,不过先打进一球,但他们的后防线此后多次犯错,最终还是一比四告负。 三连败,进一球,丢14球,竟胜球-13个,朝鲜队就此成为本届亚洲杯的垫底队,这也是朝鲜队征战亚洲杯以来的历史最差战绩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朝鲜队在亚洲杯的最好战绩,是1980年的第四名。 好在朝鲜队还打进了一球,本届亚洲杯,八。 勒斯坦一球不进,现在也回家了。 在亚洲杯历史上,朝鲜队已经遭遇了八连败。 2011年亚洲杯,朝鲜队增连输伊朗、伊拉克。 上一届亚洲杯,朝鲜队输给过乌兹别赫斯坦、沙特和国族。 如今,朝鲜队又分别惨败给了沙特、卡塔尔和黎巴嫩。 快点一会儿. przede文rift形辞助理 öl Η然后呜ّ 血纳达伊朗 既然有毒索不出分为辨网马拉口的纂元?